用好了转身过人,就是路人局的一项高级武器,欧文,安东尼都是这项技术的极大成者,下面六种转身过人是相当华丽,郭艾伦,林树豪两人只要一见面就是吸睛附体,在袖珍蓝板面前哼喊二讲的姿态, 让郭艾伦这个转身是野球场相当实用的转身,当然这也需要一定的阅读防守能力,预判林树豪的上场行为,果断转身,完成夸下换手包扣,简单,一学,实用,就是别自嗨撞得到别人怀里,欧文是真正将运球和过人完美融合球员,他在运球界的地位,就像卡特和扣篮一样,到底是詹姆斯拯救了骑士, 还是欧文拯救了骑士,两人对战胜勇士的帮助都非常大,欧文德鲁大叔的这个背后运球回旋转身相当风骚,虽然在实战中,没有非常大的效果,但用这种撩妹肯定妥妥的,有多少球迷是因为想撩妹才开始打篮球的, 这招讲究个出其不易攻其不备,篮球场芭蕾,这已经相当有美感了,成名绝技,欧文陀罗转,这对于急于压迫一侧运球的对手相当好用, 当然,我是学不会了,感觉整个脑袋都在甩干,很难受,前凯尔克人球星小托马斯,最擅长的,便是假转身薛黄,对不突破了, 当然,校托马斯讲究一步到位,只需要很强的爆发力来支撑加速,而上面套转身速度不快,节奏感更强,使出这招,90%的观众都要给你鼓掌,艾福森绝对是欧文之前国人最好的球员, 新秀时期,艾福森来中国参加活动,表演了一招云球秀,和在这些NBA国人高手队位,很容易有一万头羊驼在心里奔腾而过的感觉, 不过这真的很华丽啊,上面这位小球员的转身可以看出表现得很挣扎,这些技能都是长期苦业,加少赛场的灵光一线,大多数的NBA国人急紧,本人都很难重复第二遍, 所以各位,光看是没用的,还得存藏